这只兔子很危险 他身后有100只丧尸 正对着他流口水 下一秒 丧尸们恶火兔神 跟叠入汉死的 全部互相兔子 这兔子身手敏捷 一个S型跳转 成功逃脱了丧尸恶口 躲在暗处的女人 拿起录音笔录音 2426号丧尸群 缺乏领导结构 或高级的大脑功能 这女人是在观察 丧尸的进化情况 女人是研究丧尸的专家 这次她一无所获 准备达到回复 却不小心划伤了手臂 鲜血顿时流出 丧尸大听被血飞吸引 瞬间朝女人扑来 女人疯狂逃命 跑在一片工地上 这时后头的丧尸 猛地把妹子飞步倒地 张着血门大口 叫吃掉妹子 只见妹子一招剪刀腿 歇翻了丧尸 但没有什么卵用 丧尸又扑了上来 妹子用力踹倒后 赶紧按下机关 下鸟 结果突然被引出 只听轰的一声 丧尸却不被火烂击飞 最后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而这里正是由十个喷火柱 形成的防御丧尸的火圈 此刻危机解除 火柱喷出红色的灭火喷雾 妹子以为安全了 这时地面开始颤动 紧接着地面开始裂变了 忽然一只三十米高的猫猫虫 从地面破土而出 发出惨烈的吼叫声 妹子能再次逃脱危险吗 下面让伯爷给大家讲讲 这个女人名叫杰德 企图从丧尸的进化上 找到拯救人类的办法 现在已经是2036年 整个地球由60亿人感染T病毒 变成了丧尸 只有3亿人幸存者 而动物感染T病毒 就会变成巨大恐怖 比如这个大肉虫 它总共有66条腿 全身长满笼包 背上还有几根三米长储蓄 杰德撒腿就跑 然后钻尖中一代价 烈虫把它拖得出来 杰德死了 用左脚狂踹中大嘴 这一下下三下 杰德还是被转出去 一阵天拳地转后 杰德撒到车上 那时当场就运了过去 眼看大肉虫就要吃杰德 这时天下三个男人 拿着虫龙枪扫射大肉虫 一时机血液合剑 大肉虫终于被黑暗 这三个人正是死亡者 上前查看杰德状况 发现杰德手臂上有纹身 上面正写着 星焕熊士002号 这表示杰德是最早幸存的人类 随后三人把杰德 带回了死亡者一帝 然而人类到底 为什么会感染T病毒呢 这还得从14年前的2022年说起 那正是T病毒爆发的三个月前 这杰德跟妹妹比例 跟身为保护伞研发专家的父亲老黑 一起搬到的保护伞 所建造的星焕熊士 而每隔两周 老黑都要为姐妹俩抽血 而这表面上是为了检查身体健康 实际上老黑把姐妹俩的鞋 都用来注射到自己身上 大家知道老黑为什么这样做吗 答案可以发在平原区 老黑最近研制出一款 名为热无忧的抗忧郁药物 但是这种药物那是内涵无低冰毒 曾经那几年前 保护伞用热无忧做人体实验 结果导致人体进入了颠控状态 变得六亲不认 最后只能是开枪打死 我们的老黑为了防止残忍重现 想等待药物成熟者在上市 但是保护伞的高层 为了能大转一笔 直接下了死命令 要求在六周以后强行上市 结果就在上市前 发生了一几一万 就在这一天 比例放学后是来到公司 准备等待老黑一起回家 结果就在这时 比例发现这很多兔子 都被送进实验室 比例想拍下证据 曝光保护伞的真面目 变得偷了老黑的门禁卡 在晚上是偷悄悄 进入了保护伞内部 结果在电脑里发现一个视频 正是保护伞 用人体实验的偶忧 导致人体癫狂 最后全被枪杀了场景 而另一篇的比例 发现了一个第998号实验体 心中只觉 这里面就是正在被实验的小兔兔 于是便有老黑的卡开门 然而就在下课 一只疯狂的猎狗 出现在姐妹俩边前 猎狗是刺案连组 直接奔下来的人 姐妹俩是赶紧跑到电梯 这时想警报 他们很快来到一层 这本以为可以松口气 没想到这猎狗还是跟得下来 那时众人的一家全门 竟然锤锤铁包 姐妹俩四处逃争 他们躲进了一处欢迎室 但是就不小心开起来投影 声音惊动猎狗 姐妹俩是赶紧躲到桌子下面 就在下一刻 猎狗把狮子找到他们 吓得两人赶紧钻了出来 然后把猎狗关在会议室里 直接掉头往大门跑去 但是大门被锁 猎狗撞死破裂而出 那是一狗 直接咬中了一肩膀 就在下一刻 杰斗拿起面后气 从来打死猎狗 这时老黑也是身上来时 顾不胜责怪姐妹俩 赶紧被比利简单处理伤口 让杰斗带比利回家 然后他把优盘病毒插起电脑 删了所有的监控 再把猎狗的血液 涂满在脸上 最后告诉老板 这正是黑客入侵 导致了实验室系统瘫痪 以此造成猎狗出逃物 而这被咬之后的比利 不能去医院 因为一旦被姻老板发现 比利就会被当作实验庭关起来 所以只能有老黑密切观察 一开始啊 比利除了比较虚弱 没出现前来症状 三天之后 伤口中慢慢出现了红疹 比利也开始呕吐 家里宠物狗 也反常地不让比利靠近 甚至在学校出现了幻觉 看到了那只猎狗 已经满身的血迹 而且对声音极为不高 就连指针走动的微小声音 都会让比利早得不安 杰德很担心比利 便想查清这件事的真相 于是啊 他找到了学校里面 天才黑客高手小帅 翻过宝物伞的防护墙 联系到一个知道 宝物伞内心的安机者 对方告诉杰德啊 上周宝物伞实验室 有个员工被动摇了 在72小时内 变得十分暴力 而且出现了幻觉和幻听 在实验室内是大害杀戒 最后杀了9个人后 才被干掉 安机者要曝光此事 结果被公司害了十个夜 于是 这安机者就向反击 随后啊 他到员工妻子那儿 得到了一份油盘资料 那正是救换球室 曾爆发过替病毒传染病 保护三位的组织真相曝光 并用核弹 直接炸毁了救换球室 安机者找到姐妹俩 说出了救换球室的事情 并且询问姐妹俩 老黑在那场暴战中也死了 绝对不可能活着 姐妹俩被震惊了 而安机者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从比利身上 找到被感染的证据 揭开保护伞的真面目 姐妹俩吓得赶紧逃跑 安机者一路追踪 被半路杀手警察抓紧保护伞 这正是易老板为了阻止真相暴露 又灭口安机者 安机者告诉易老板 自己已经知道 烈光妖人会帮易老板 摆平这件事 时间回到2036年 结果从石黄者营地醒来 告知营地首领 要回到自己的地盘 结果出来一看到 这上千只丧尸 就尾在高枪之外 这里人进出 靠的都是直升飞机 现在直升机出去巡查了 没法再结得出去 首领那结的闲聊 喂 小姑娘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结德表示 自己专门研究丧人近况 如果提命都会弱化 那么丧尸就会变得更加人类 这两人交谈完毕 首领是直接逃出了枪 接着 一群保护伞公司的人 便突然出院在这里 前来抓结德回去 因为结德身上 有保护伞需要东西 而首领正是高明者 他想以此为条件 前往更安全的地方生活 只见首领 向保护伞 抓捕小队队长 大胡的示意 结德 结德就是你要找的人 然而就在下一刻 首领被刀斩起来 抓捕小队队打开杀戒 把结德逼到了绝路 只见结德宁死不去 竟然直接朝围墙外的丧尸群 纵视音乐 只听见疯不一声 缓冲中的众 最后翻过来地下 只见丧尸群都朝他不来 大胡的赶紧开进了 结德趁机躲在玻璃后面 此刻的结德 已经是穷途末路 要被丧尸吃掉 要被抓回去 就在这会儿 一辆车错误而住 结德抓住机会 直接爬上车顶 车子立刻启动 丧尸在后面那是一动光吹 等到了安全的地方 车主下来拿起瞄准结德 让他赶紧走 别连累自己 结果是幻影刚落 七八个丧尸 从上面高处坠下 这一辆包裹的车主 结德想拽回车主 但是却难抵丧尸群力量 结德只能是赶紧开车逃命 去找啊 这曾经帮过自己 来到开轮的巴黎 结德没见到巴黎 只见到了巴黎妻子 还有十多只猫咪 结德向他借用平板 跟丈夫通了视频 把保护伞抓他的事 全部告诉丈夫 丈夫让结德立刻 前往家来 那里正是兄弟会地盘 跟保护伞 那是妥妥的死对头 丈夫表示啊 只要越过海峡 就会派人去接 事到如今啊 这结德被通缉 只能选择偷渡 而巴黎 就是唯一能帮他偷渡的人 没想到旧来这会儿 家里是传来种墙的声音 结德是跟随声音 打开厕所门 天哪 竟然正是消失的巴黎 他已经变成了丧尸 手被靠在铁管上 而且浴缸里 还有被巴黎 踩死过的猫尸体 这给结德下了 是立刻关门 完了 这下到底要怎么偷渡 这会儿巴黎妻子表示啊 巴黎身上有个本子 记录了能帮忙偷渡的 白红情细 于是结德是全副装 头戴头盔 右手臂捆着一本后书 左手拿着残盒 那是急忙掏出板子 正是巴黎被靠着的手腕 那是顺着的 就位的下鸟 是猛的扑向杰德 结德用于推开 结果这一下 让巴黎是直接跑进去 杰德赶紧移贯地保护巴黎 然后赶紧离开 随后大胡的掌握门 从巴黎妻子这里 得到了杰德的下落 而另一边的杰德 根据本身上的信息 顺利找到了巴黎朋友 拿到上船凭证 前往偷渡马头 然而大胡的 早就布下了天位地板 在马头派无人机 向无人公众认识 结德是另一边同意 半路上 碰见了一个 跟家人走散的男孩 结德是一把抱起男孩 然后躲进其中乡里 等待扫尸结束 男孩的父母 也是找到了这里 这结德表示 你们脱下太口 应该坐船离开啊 男孩的母亲表示 这不行啊 原来这一堆父母 带了满满异乡的围景品 就像个偷渡走私赚钱 却加来过上安定的生活 所以不能坐轮渡 这会儿男孩的母亲提议 咱们可以从英法海底隧道走 那里有人会送人到对岸 于是杰德跟了一家三口 坐上走私人的车 进入了海底隧道 而大胡子也找到了这里 就在那准备派人 把车里的人 全部拉下车的时候 一阵诡异的声音响起 结果就在下一秒 一个怪物 突然被过来穿 冥军兵的台 而杰德坐的车 也被怪物过来穿 直接吃掉了人偷渡车 这给大家吓得赶紧下车 结果一下来 另有一个怪物抓走 就这么眨眼之间呢 存活预言 只剩下了杰德一家三口 和一个走私的光头 这时杰德身旁 有一只怪物靠近 杰德拿手电影罩 好家伙 这可是满嘴启齿 创作杰德是正面的好家 杰德反应迅速 打开车门重名怪物 此刻杰德看见四周 有十几只怪物 在隧道内上次吓跳 这时光头老打开维修门 让大家赶紧躲进来 只见男孩突然难受 直接跪在地上 杰德是立马过去查看情况 直接男孩被灯罩 瞬间想要搜据 杰德表示 男孩是被感染了 因为将是围攻 还受不了巨像 父母这一代收入真相 男孩是三天前被咬的 这一代是他们偷偷的真相 母亲表示 我听人说过 兄弟会有解药的 杰德是大声反驳 别瞎想了 根本就没有 而另一边的光头老 一天是感染者 那是立马掉头就跑 却不了这过了几秒 光头老是狂被折返 一边跑一边喊 快跑 快跑啊 杰德四人定睛一看 我去 一个大蜘蛛怪 冲上来 直接出门了 光头的胸膛 大家是立马逃跑 杰德发现一只小门 让大家躲进去 但是没想到 这也尽是死路 男孩父亲决定 要出去引开蜘蛛怪 于是便拿起一只钢罐出去 为齐和杰德 争取逃跑时间 而他出去后 这蜘蛛怪很快找上了门 直接他转一只一跪 狠狠地打下蜘蛛怪 并将再来一次中击 把门孩的父亲当场死伤两半 只向杰德怒开了枪 那是用力拉起闸门 下火把这只怪 砸起了死完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三人来到出口 这时的母亲已经放弃 他决定陪儿在这里 一起自生自便 最后也只有杰德走了出去 结果是又碰见大胡子带人 在出口出口桌 突然就在这时 大胡子被一枪打中 而这些来人正是生理会 他们把杰德和大胡子 一起带到了家来 两人都被关进监狱 杰德顿时发现 这里竟有一群丧尸 竟然有序地 推这个大铁路工作 我的老天 这到底是怎么做了的 当然很快 这个谜底就会被揭晓 此时丧尸停止工作 有一名俘虏被熏 然后将俘虏的肢体 扔进丧尸群的喂食 而这其中一个老丧尸 在吃了尸体之后 顿时不得很吃 竟让丧尸们再次工作 看来这个老丧尸 就是这群丧尸的首领啊 只要把他喂饱 丧尸们就会替兄弟 会卖命工作 这就意味着 气病都净化了 他让丧尸拥有了较高的智商 这会儿大胡的表示 不想当丧尸的食物啊 于是要联合解了个瘀 条件就是啊 只要逃出去 大胡的就会宣称 杰德已经死了 不坏地抓捕杰德 两人是一拍即合 立即开始行动 他们用布条皮带 拽开了掩门卡扣 杀两名看守 拿到了牢门钥匙和手机 大胡的就放了佣兵们 抢了狱中的武器 杰德就拿起了杀人电锯 当做武器 而这一时间 丧尸们全都是扫动官 一个又一个 从老坊里都出来 只见大胡的大振神威 一枪一个暴头 还能灵活转身 避开丧尸攻击 反手又结局一个 这时兄弟会 也控制不住丧尸了 一个见一个 都在往出口逃 杰德拽主一个人 质问他 那个老丧尸 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只见对方表示 那是在森林里 发现的丧尸女王 杰德想知道 这老丧尸当老大的秘密 于是便转身往回 找到老丧尸 正带着群丧尸小弟 边嚎叫 便寻找食物 这下杰德出准机会 把老丧尸 直接关在铁楼内 然后杰德抄起电锯 直接聚在老丧尸肩上 但是却把老丧尸 一掌打趴在地 杰德拽起电锯 一不作而不休 直接赶死老丧尸的头 然后捡起来 查看头颅内 到底有什么旋迹 这时又耳膊丧尸 从小到西来 杰德带着头颅 躲进处阳裤 然后他找到一个背包 把头颅装进去 最后拨通丈夫电话 而电话内头 正是杰德的 这时丧尸们 也快要闯进来了 杰德争分 躲满了高临尸 接着 杰德拯了电话 翻出一个手榴弹 拽式掏钱 实际证证证 结果炸弹没降 杰德只能证明刚 谁知就在这时 大门被4个人抬开 同时这手榴爆炸 杰德被直接炸飞 好在没上脚海 这时大胡子赶来 跟杰德一起出头 跑到一出出口 杰德率想着爬 大胡子抬起来 子弹很快就没了 于是拽着杰德的腿 求杰德把他拽上去 但大胡子实在太棒了 杰德根本没有力气 很快啊 这大胡子便被丧尸军拽下 并且是三分四分 最终丧用在了丧尸口下 而杰德 则是翻开天盖 终于逃出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束灯功打下 这直升机来了 从里面走下的几个黑甲位 打头的 正是杰德的妹妹 这也是人类史上最大的浩劫 上万只丧尸从远处袭来 因为黑甲位优兵大喊 一时间呢 子弹封火扫射散尸大军 可丧尸的数量只增不减了 射完一波还有一波 而其中两名人兵 更是被丧尸扑倒开始 紧接着 丧尸大军闯进了后面的领地 那是四亿的残尸剩下的领兵 目前地球上有六十亿人 都感染T病毒 变成了丧尸 只剩下三页性侧的人类 而这研究丧尸的专家杰德 在一处监狱中 发现了可以号令 其他丧尸工作的丧尸女王 杰德把他脑袋砍下 准备带回去研究 结果就在这时 制造T病毒的宝物伞公司 派来直升机抓捕杰德 而这为首老大 正是杰德的妹妹比利 杰德被抓进了监狱 丧尸头颅也是被拿走 比利如今是易老板的得力干将 他要杰德 说出杰德校业大学组织 到底在哪 杰德当然不会说啊 比利听到想要答案 立刻给杰德松绑 其实这比利也只是 假意屈服易老板 于是把公司植入杰德身上 追踪器去出 然后杰德紧记一拳 装作是看守不力 以此才放杰德逃跑 而杰德是拿着头颅 立刻离开 终于登上了大学组织轮船 也见到了丈夫和女儿B亚 而这回去后的杰德 跟塔博士一起 在轮船的实验室内 一起研究丧尸头颅的奥秘 只见这塔博士 是切下了丧尸头颅侧边线体 然后割下上皮组织 放到器皿上 杰德拿到显微机下观察 他发现 这丧尸的细胞 会分泌两种不同的酶 但接触氧气后 马上就被分解了 杰德无法做进步检查 台诚表示 这是需要添加物 来阻止酶的分解 于是杰德两人 是实验了各种添加物 从早上实验到了晚上 一共实验了55次 也失败了55次 这时杰德想起什么 于是拿了一个器皿 朝里面吐了口水 进行了第56次实验 没想到这回成功了 而这酶没有被分解 正是因为 线体里的酶会进入丧尸嘴里 所以这口水 就是阻止酶分解的添加剂 而塔博士 则把两种不同的酶分离 杰德将第一种红色酶 加入T病毒样本里 两人发现 T病毒完全不敢靠近这种酶 而第二种绿色酶 则很快被T病毒吸引 于是这两人得出结论 如果酶通过空气传播 就可以标记目标 促使丧尸去追赏目标 而这正是老丧尸 其他丧尸的秘诀 但是这个结论 需要用真丧尸来实验啊 塔博士立马老师啊 等待船靠完后 咱们就立马实验 杰德是答应了 结果转头拿着催眠剂 当场下了船 乘坐皮发艇 从海里捞上那具丧尸 可就在这时啊 丧尸突然炸起 杰德眼睛手快 立刻把催眠剂住丧尸体内 然后带上了船 直接绑在神室里 这时毕亚端着一杯咖飞进来 看见丧尸是顿时变脸色 杰德让比亚别害怕 拿着红色眉是告诉比亚 放心啦 只要喷上这个 就不会被他伤害 说完了 杰德就把红色眉 喷在了自己身上 再扎开食指鲜血 走到丧尸面前 挥动食指的血气 看丧尸是否会发狂 一分钟过去了 丧尸非常的安静 可就在杰德以为成功的时候 丧尸突然发狂 拽断绑了双手的身份 那是猛的扑向杰德 女孩大叫一声 被丧尸立刻扑向 只见他赶紧逃出实验室 丧尸立马去追 杰德是一颗抱着丧尸 杰德被丧尸推倒 当场运动过去 丧尸拼命追逐女孩 女孩一躲尖角 逃到了塔博市那里 塔博市这一点梦圈啊 紧接着就立马被丧尸扑倒 然后被胡胡咬死 最后一个光头女 一枪抱了丧尸头 杰德也在这时赶来 看到了这一幕 而这更不幸的是 这会儿保护伞 也是找到了杰德 打开发现里面这东西 看来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别列圈套 而这目的 就是为了找到 杰德所在的大学组织 杰德内心很是自责 害死了朋友 又隐害敌人 所以啊 为了搞清楚保护伞的阴谋 杰德要是见伊老板 但此心肯定是有军无悔 杰德便安排碧亚 去自己床下 拿走行李带 一定要离开这次轮船 而这安排好遍后 杰德见到了伊老板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伊老板是直接跳起了我 这种的阶段是一来蒙逼啊 这时比利拍着手走进来 伊老板是立刻写菜 原来 这比利在伊老板脑中 安装了电机片 可以随时用平板 控制伊老板的行为及思想 所以如今啊 比利才是保护伞公司 幕后真正的老板 而比利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夺取大学组织 对丧失的研究成果 以便控制丧失 打造一个唯武独宗的世界 于是立马派人去夺船 杰德赶紧把绿色没摔碎 顿时引来了成千上万只丧尸 而比利拉杰德出去一看 好家伙 这丧尸大军 一进冲里铁门 黑甲卫拼死抵抗 但还是被丧尸扑了死 比利这一下是怒吓了 一拳打倒杰德 召唤出几十架无人机 聚在头顶上方 疯狂的丧尸丧尸 丧尸大军 大笔大笔劲道 结果在混乱中 穿过森林潮 那是跑到码头上 一把抓住上拨的绳子 顺利回到轮船 只见他按下一个红色暗鸟 这到底是要干嘛 我们看比利这边 一出豪气 马上就会上演 比利此刻靠着无人机 灭掉了全部的丧尸 但是危险还没结束 比利感觉到地面开始震颤 就在下一秒 一只50米长的罪恶 从海面钻出 罪恶朝了比利走来 他的四肢和鱼蹄比钢管还足 每一步都是地道水游 而无人机的扫射 对巨鹅是一点办法没有 只见了一个白尾 鸡飞甲无人机 而无人机的碎片 是瞬间杀掉人的黑甲胃 这一下比利是慌了 那也是赶紧扔出一首雷 巨鹅被炸得痛苦翻滚 只能先淘际大海 而这个巨鹅 正是杰德按下按钮 所放出的巨鹅怪 原来巨鹅小时候 感染了T病毒 杰德便给巨鹅脑中 置入了电机片 可以随意让巨鹅沉睡和不唤醒 所以一直被杰德 绑在轮船下面 就是为了有一天 能应该的紧急时刻 可杰德这会反应过来 碧亚已经被让心下船了 他很可能会丧念在巨鹅口下 于是杰德和丈夫 赶紧去寻找碧亚 然而就在这时 逃入海中巨鹅 那时轮球有余围 直接砸在祭顶上面 夫妻俩是都被派上了案 杰德并没有受伤 但是丈夫的腿 被划出一个大口子 他要杰德别管自己 先找碧亚 而巨鹅这时 那时再次找比利卷土重来 比利赶紧走人机飞走 留下巨鹅张大嘴 那时空咬泪口空气 这失去目标的巨鹅 又碰到了碧亚 碧亚尖叫一声 赶紧撒不开溜 但他太过害怕 不要心摔倒在地 巨鹅来到面前 碧亚本以为自己死定了 没想到巨鹅只喷了一口腰剂 人控巨眼看了看碧亚 随后竟想守护神一般 趴死在身边 碧亚也感受到了善意 伸出手要摸巨鹅 结果这会儿 比利是绝对从来 直接连发三枚导弹 运中巨鹅 这才终于杀掉巨鹅 而碧亚也找到了母亲杰德 比利没了巨鹅威胁 又变成了女魔头 他直接来到杰德面前 戳穿了巨鹅 不咬碧亚真相 原来是杰德修改了碧亚DNA 这使得巨鹅认为碧亚是同类 而这个办法 正是来源于父亲老黑 这件事其实是这样的 时间回到2022年 替病毒爆发间隙 杰德和比利在家 因为安杰教所说 旧幻熊士被炸毁的事 开始在家四处翻查证据 杰德发现了一个控制猎狗的狗哨 和老黑常用的笔记本 但是杰德打不开 便看小时视频 让小帅黑进老黑电脑 然后发现了一封老黑写给比利的邮件 邮件的容是 如果比利看到这封邮件 这就代表老黑已经出事了 到时候 工资的人一定会来抓住比利 所以啊 这老黑让比利找到藏在家里形态 然后带着杰德赶紧溜走 但是老黑家里满满都是监控 这根本没法找啊 小帅在把监控画面 设成循环播放半小时前的画面 然后指着姐妹俩 避开监控寻找行李 但是啊 这老黑没说行李位置 这就需要姐妹俩 独自寻找行李线索 于是姐妹俩从楼梯 避开监控器 爬到一楼下面 找到的照片后面隐藏了纸条 上面写着 五年级时用这把钥匙 抚问我难过杰德 杰德回到啊 五年级时杰德割了扁刀体 疼得无法入睡 老黑便弹琴哄杰德入睡 姐妹俩是赶紧杀了找琴 弹奏老黑当时弹曲子 于是发现了琴间下的纸条 上面写着 曲子应该很能玩吧 这里就没了下一步提示 就代表行李就在自数隐藏 于是姐妹俩推开监琴 那时发现了一块空性地板 杰德打开后果然找到形态 里面装的是两本假护罩 一大笔现金 和一把防尸手枪 姐妹俩一看这状况 就知道这是老黑早是准备下的 而这就意味着 老黑确实在为公司 干着不可告人的事情 这会儿杰德想到 老黑肯定在家里 藏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小事顺便查到了一间密室 杰德美娜再次来到一层 在小事的指示下 杰德发现了五体下的暗门 但打开暗门需要识别身份 这会儿小事提示啊 需要特殊的卡片 或植物芯片的时候 两姐妹都用手试的事 但是根本打开暗门 这时杰德想到的宠狗 于是便吹狗哨召唤狗狗出现 然后把狗蹄子放在识别器上 没想到竟然真的打开了 而且里面正是一间地下实验室 姐妹俩下去后 杰德发现了自己和比利的血液 还要储存旧幻熊式的光盘资料 她把光盘放入电脑播放 然后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视频里面是一处暗牢 一个叫Lisa的女人 被叫到镜头面前 而这个Lisa身手提名的残骸 已经变成了面目全非的怪物 背上甚至长出了眼睛 吓得比利赶紧关着电脑 杰德在另一台电脑发现了老黑 对比利被猎狗咬后 记录下的观察资料 这下姐妹俩终于知道 老黑正是T病毒的始作运程 杰德带走光盘电脑 把真相公布于世 结果啊 这杰德一把电脑线 实验室便立刻启动了焚火程序 直接燃起把大火 姐妹俩只能在桌上逃避 就在两人以为出不去的时候 老黑终于出现 她启动了面火程序 扑灭大火 但姐妹俩并不赶紧老黑 而是直接打孕老黑 等老黑醒来后 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 姐妹俩质问她视频时 老黑无法反抗 只好教了真相 她说啊 视频里那个女孩 注射的剂量过高了无忧 然后感染T病毒 从而被改变了身体细胞 最后T病毒控制了整个身体 而比利重T病毒后 没有变成怪物 这正是因为 老黑在姐妹俩还是胚胎的时候 重新修改DNA 促使比利体内有了病毒抗体 简单来讲啊 姐妹俩是科学实验的产物 姐妹俩一时间难以接受 但是老黑没时间安慰他们 因为在一个小时前 医老板让老黑对暗记者用刑 逼他说出啊 这被猎狗咬伤的人到底是谁 现在老黑必须赶回去 赶紧杀掉暗记者 阻止人想露出 于是姐妹俩放老黑 老黑是立马去公司 在监控下用纸条询问暗记者 是否有人知道 比利被咬的事 暗记者表示没有 老黑这下放心 给暗记者注射了三倍雷雷雷剂 随后啊 暗记者剧烈抖动起来 只用了不到红脑钟 暗记者当场死亡 医老板让手下解抛安全尸体 暗记者顿时颤抖起来 然后长出满身的红尘 这正神乐无忧重度现象 这下医老板确认 老黑啊 就是放出猎狗内鬼 因为医老板始终不扬性 是黑客导致猎狗出逃言论 所以当即关老黑 密室中老黑听到强声响声 就在下一秒 一块强热被抵掉 老黑凑近一看 好家伙 对面有跟老黑一模一样的人 只不过看起来 对方要更年老一点 原来老黑的对方 都是被一个科学家 克隆出来的复制体 就在十几年前啊 科学家一共克隆出三个 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克隆体 以此来背的工作 但是科学家使用的东西 都是未经授权的公司财产 于是啊 这医老板直接下了命令 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抓到 科学家也开枪了随兵 但是外面已经被包围 科学家只能一起打死一个 然后被密码打走 只剩下老黑和黑胡子被医老板带走 后来老黑为医老板卖命 换取了幸福生活 而黑胡子则直接被关了下来 现在老黑出不去 他便摆脱黑胡子 去保护姐妹的安全 这时傭兵出现 把老黑直接带到医老板面前 医老板决定不追究此事 让老黑继续为他卖命 但是老黑不想再让这股忧伤害人类 反观医老板是根本不担心 因为老黑压根就拒绝不了 原因正是啊 当初的科学家 那根本就没什么耐心等待克龙人正常承大 而是介入科学手段 让克龙人在六个月内立马成长到二十岁 而这么做的后果 就是细胞会加速代谢 直接威胁克龙人的生命 所以老黑啊 才把姐妹俩的基因 改造成了救命的尿方 只要化卫症发作的时候 注入姐妹俩的血液 就能存活下去 医老板就是要利用这一点 逼老黑寄予他卖命 果然啊 这就在几小时候 老黑的身体就已经开始支撑不住了 而医老板从儿子消失这里得知 姐妹俩现在的具体位置 并且是立刻派人去抓 而这会儿的姐妹俩正在跟大胡的吃饭 大胡的人一无一时全都说出来了 姐妹俩是彻底被人惊 要先回家冷静下 结果碰上了保护伞的人 在大胡的一番激烈抵抗后 三人还是被抓到了公司 医老板手下抽走姐姐的血液 并且告诉姐妹俩 他们的血液能救老黑的事 然后医老板把血液征换 递给老黑 让他自己做选择 只见啊 这老黑还是选择 把血液注入身体内 姐妹俩终于知道 其实他们只是老黑生存下去的工具 比利是怒不可遏 直接告诉了黑 他希望老黑去死 等到的时候 医老板派人送姐妹俩回来拿行李 然后再把他们跟老黑关在一起 姐妹俩再趁机翻墙就溜 结果还是被发现了 比利这时是丧尸附提 直接上去撕咬医老板手下 而这不巧的是 黑甲卫才这时赶来 直接地抓住了比利 结果是顺利溜走 然后啊 这转头就让小帅帮忙救比利 比利被抓到医老板这里 而医老板看到他惊人的咬痕 终于知道猎狗到底和谁 而且还发现啊 比利没有变成怪物 于是啊 是立马研究比利 谁知这比利是突然暴走 直接拿一针头 一把扎穿了人脸珠 还顺利的划伤了医老板的脸 这比利逃走后 是再次看到幻觉 看到了那只风狐追他猎狗 比利是被吓死在地啊 猎狗直接扑了上来 比利是大声在叫 这时黑胡的叫醒了他 比利这才还过神来 于此同时 小帅带的杰德 黑了宝子的后门 直接紧了公司 找到他们三人 但是伊老板已经封锁了整个公司 他一定要抓到比利 而这时啊 比利的情绪已经不对 他一把推开杰德 想冲上去撕咬 小帅冲过去篮下 但在争执间 比利一拔就了撞手的手臂 这时伊老板带人感到 这看到儿子被咬 竟然直接抬手就是一枪 因为他不想让小帅 变成扫尸怪物 其他痛情疾首 这个是他最喜欢的男生啊 但是老黑这会儿已经顾不上了 他和黑胡子一起 带姐妹逃到实验室 直接把实验室拖上机油 他准备烧了实验室 彻底毁掉乐无忧的炎制配方 而老黑啊 正是提饼炉的制造者 他就能由自己放火点燃实验室 然后交点黑胡子 一定要带他们走 最后写两张纸条 交给姐妹俩 等你们出去后 找上面的人 姐妹呢被跟老黑抱别 随后跟那黑胡子 一起逃了出来 就在下一刻 伊老板已经找过来 他直接打上老黑 去打火机的手 然后又放一枪打上老黑盗 老黑倒在地上 掏出一个电子笔 在地上滑 火攻瞬间点燃机油 整个宝散公司 顿时被引爆 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 这公司内部啊 一直供养这只丧尸王 爆炸发射后 丧尸王并不死 而是彻底传播了这场 末日冰毒 时间回到2036年 比利想抓获地亚 结果他想阻止他 比利是开口之责 你没发现 你身边的人都死了吗 那就是因为你太自私了 一心只想逼不过错 即使有人死了 你还是继续向前 结德被说成了心事 那是利用的崩溃大哭 而比利 直进开枪 本杰德 最后也是抓死了比利亚 而那张老黑给的纸条 上面正写着 一个人名和一个地址 日本球演员中英图2.20号 爱的 我 本局 到此结束 本篇叫生化危机 本期问题 大家觉得本篇好看吗 觉得好看的 发三个一 觉得一般的 发三个二 T病毒威力就是它 不仅人类变成了丧尸 而且动物也变成了丧尸 如果地球所有的动物 全被感染变业 那地球呢 很可能会被这些动物来统治 是啊 尤其那个毛毛虫 和背后长眼的女人 这俩是人不像人动不像动物的 别说被咬死了 光是看一眼就要被吓死 不过啊 这影片最后还是点出来达王 说不准 这部剧还有第二集的 大家 敬请期待吧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大家记得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